各位 在佛陀时代有一个故事 发生在第二层天界 陶利天 有一个天哪 她带很多天女去宰天花 当她正在宰天花的时候 转个身去宰天花 当她转个身的时候 她其中的一个天女功德用尽了时间到了 要脱胎 那个天女就脱胎为一个女生 然后当她出生的时候 她可以记得她从哪里来 这是第二层天界 陶利天 所以呢 她修每一个功德的时候 都发愿能够回到陶利天那里 不过她还是要过一般人的生活 就是说要照顾父母亲 要成家结婚 要养自己的孩子 要工作 直到最后 往生了 她可以再一次回到陶利天那里 刚才剪的那个天男 不是说转个身去宰天花吗 她就转回来 发现 那个天女 刚才去了哪里又回来了 一切子而已 她就问天女说 你刚才去哪里啊 这个天女就说 我刚才 投胎为人 投胎在人世间那里 时间这么快吗 对 怎么快 那这样子的话 在人世间的人类 应该是积极修功德布鲁蜜吧 因为时间很短暂 但是这个天女却回答说 没有啊 在天上的人类 却感觉自己可以活到一个阿生期节 大家听着故事 感觉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人的寿命 是75岁而已 有的比75岁长 有的比75岁短 但是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呼吸啊 表示我们还有机会行善 修功德布鲁蜜 希望大家每一天有固定时间 每一天晚上九点我们一起来静坐 所以我们必须去大家不放异过生活的功德 也祝福大家 祝大家身心理快生命光明 修行进步正如法身 祝福大家 晚安明晚见 所以我们有事情 祝福大家有帮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